老爸 这也太劲爆了 不要 走 来 走 走 走 这也太劲爆了吧 是不是 什么劲爆呀 什么东西 不要吧 非常地劲爆 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 非炸了锅不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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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再说吧 你看这大V转发量这么高 一会儿就上热搜了 那还是瞒不住的 不是 这是咱们来说不好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 分享给我们看看 急死人了 就是 你赶紧的吧 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那李老板 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 分享朋友圈了 快快快 你别磨叽 快一天到晚 磨叽 好 放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的 这 这 李老板 你这是脚踏两栱船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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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说清楚 这个傻子 树洞都写得那么清楚 家里开面馆 楼上邻居家的哥哥 被他妈抛弃的小哥 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我早就跟他说了 跟两个哥哥说清楚 他非得拖着 他早就跟你说了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 而且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 不生气 不生气 我们回去慢慢说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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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 算是真正的兄妹吧 你怎么对她有这种想法 你说的是我妈 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 但事实上呢 我跟李坚坚 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爸不把你当亲孩子养吗 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 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 把李坚坚从坏人手里 是抢过来的 邻居们都看到了 李坚坚给我爸敬了茶 我们拜了天地 跟你跟娃娃亲有什么区别 娃娃亲 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 那我算什么 我还童养夫呢 我从小就跟李坚坚 睡在一张床上 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 那是不是天打雷拼啊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 他是把你的儿子养 还是女婿养 你闭嘴吧 你问问你妈 你要是跟李坚坚在一块 她能同意吗 我跟谁在一起 你不需要我妈同意 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好 当事人同意 那太好了 那我告诉你 李坚坚对于咱俩 都没有那种想法 她把咱俩都当哥哥 只是对你没有 你醒醒吧你 是你醒醒吗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没来及告诉你而已 你们俩在一块儿 她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李坚坚 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 你没办法当哥哥啊 不是 小哥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 你就选他不选我呀 你别吓他 都这么宝贝了 我就问他一句 就是吓他了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都不要我呀 我们去小区门口吃面吧 不去不去 我们去李坚坚家吧 我想吃你书策的面 过来 行 早 好 快点吃吧 你一会儿凉了 谢谢啊 麻烦你了 要不吃完再走吧 够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 那你什么 你忙 小哥 怎么了 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啊 为什么好生气呢 你男朋友来了 走 我不想跟你说话 吃饭吧 吃饭吧 你怎么绕路来接我了 以后每天都来接你好不好 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 有什么好事发生 你说呀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 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饿鬼附体 真没什么好事啊 我就是觉得下了班 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 跟做梦一样 很会说情话啊 老实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当然没有 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 有 有一个 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 他也是厦门人 刚开始因为是老乡 所以说我比较亲切 后来就成了朋友 他帮了我很多 帮你 有的时候上课帮我点名 有的时候下组作业 他也帮我找资料 你跟我说说你大学的事情呗 我都不知道 但你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谈男朋友 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 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子 还在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 齐明月 还有 你不是在大学里种了棵树吗 现在都长大了吧 你怕不是个神仙 你怕不是个神仙 走吧